《四南方都市報》、《深圳版》 特斯拉車主有指定出憑地圖 2015年7月10日由品匯旅遊必在05林熙食住 州際酒店集團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從今年7月開始,將與特斯拉在中國展開戰略跨界合作 此次合作的具體內容為 中國地區所有的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的旗下酒店 都將會配備特斯拉充電裝 為特斯拉車主提供充電服務 7月開始在中國地區的68家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安裝特斯拉的充電裝 預計年底前全面完成 期間,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還將與特斯拉品牌開展各種形式的以綠色環保 相屢出行為主題的活動 點評,國際品牌酒店提倡最新、最潮、最先進的理念 也會在營銷事件上與同類型的品牌進行合作 全國68家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都安裝上充電裝 一方面突出了酒店的高大商品牌 另一方面也有點像當年米奇林吃學指南單生的意思 比方說特斯拉終於可以繪製一份全球地圖 指導特斯拉車主可以到那兒吃喝玩樂水的指南書了 深圳第四家萬豪酒店即將開業上週 深圳中洲萬豪酒店在南山中洲控股中心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大型招聘會 此次招聘面向社會及各大專業院校 共提供超過250個職位空缺 深圳中洲萬豪酒店是首家進駐後海片區的萬豪品牌酒店 並將於2015年第四季度性大開業 在深圳、萬豪國際酒店對於雙雷客人來說並不默生 旗下的麗斯卡爾頓、J.W.萬豪、萬豪行政公寓等品牌在深圳以示印象深刻 此外前海萬豪和中洲萬豪也相繼開業 深圳萬豪品牌酒店已達到四家 點評如今面對很多企業都在處於低潮的裁員期 酒店行業是不停地在吸納新人的 酒店業的激烈競爭從品牌上也可見一班 但是深圳年H.業主如此稱來萬豪者一家 再小小的成功就達到四家 除了合作也難以避免競爭 首先就是人才上的競爭 而未來市場的明爭暗鬥也是一個慘烈的前景 而未來市場的明爭暗鬥也是一個慘烈的